本地乐龄活动中心和护理设施逐步恢复小组乐龄活动 受访年长者表示欢迎并且乐于参与小组的活动解闷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一些中心还是选择暂时不恢复 涉及频密互动的室内和户外活动 记者李嘉宜谢心警报道 政府宣布可重启最多五人一组的乐龄活动后 这家乐龄护理中心恢复钓鱼游戏机 积木等群组游戏 政府规定卡拉OK高风险活动仍不能恢复 为防范未然 中心也选择不恢复麻将 扑克牌等手指 会频密触碰到这些用具的游戏 除了为活动道具消毒还得严格把关 例如四肢症的年长人士 因为四肢症他们比较容易忘了戴口罩 或甚至有坚持的不戴口罩 如果我们有一道这样子的年长人士 这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参与小组活动了 所以我们会让他们参与单独的活动 这家疗养院之前因为阻断措施 物理治疗需改为一对一 每天能接受治疗的人数有限 但恢复小组后更多长者可受惠 大家都很期待这样的一个宣布 比如他们玩纸牌啦 玩玩麻将啦 或者玩一些做一些那个所公益的东西 都能够有小组的活动 但是我们鼓励他们 希望不要多谈话或唱歌 为更好的提供社交与心理等方面的帮助 卫生部允许社区资源小组和机构 不只能登门探访较虚弱的长者 也能恢复探访一般年长人士 但不能超过一小时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和谢新宁报道